昨天晚上CBA联赛辽宁首场主场比赛的赛场上还上演了特殊而又历史性的一课 辽宁南兰的前队长杨明的退役仪式在赛场举行 这是他热爱并为之拼搏了15年的赛场 退役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 我现在就在奥体中心的辽宁体育馆 那么今天呢是我们辽宁南兰首场的主场比赛 那么在今天呢有一个特殊的看点 就是我们辽宁南兰的前队长杨明 他的退役仪式将在这里举行 一会儿呢他就将从这个通道缓缓地走出来 他的12号球衣将在这里升上天空 那么这个仪式呢不仅仅代表着他要告别他热爱的这个球场 更是要把他这种精神勇于拼搏 勇不放弃的精神传达给我们辽宁南兰的小队员们 希望他的这种精神能够永远地留在这个球场上 杨明职业生涯15个赛季 全部在辽宁队度过 15年职业生涯里共出战565场比赛 累计出场时间达到10261分钟 得到4364分 截止到今日 杨明的出场次数和抢断次数 均为辽宁队队史第一 对于辽兰和球迷们来说 杨明这两个字早已不只是一个球员的名字 更是一种辽兰精神 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 喜欢杨队已经十年整了 对于我们球迷来讲的心情是这么说 就是真是挺难过的 杨队为我们辽兰坚守了15年 而且多了两届冠军 杨队的精神在辽兰继续发扬下去 有些激动吧 因为我觉得我这15年的坚守和奉献得到了回报 而且回报的确实有点大 我自己有点接受不了 怎么说咱们有最好的球迷 我觉得我不管走到哪里都是辽兰的人 退役不是结束 杨明将以运营者和指导者的身份 继续为辽宁南兰服务 传承辽兰精神 也正如他说的那样 无论成败永远与辽同在 第一时间记者崔西红 梁潇 金墨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